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州和松他的频道 今天第一部分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前几天都有提过 新任的工党上台之后 推行了一大部分的新政策 很多都是说准备推行 但其实实际上真的有日子 定了一天就要推行一件事了 但我上次提及到关于这个囚犯提早释放问题 今天就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 原因就是这个计划不单只是有一个具体的状况 而且连确实的日期都已经是差不多出来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就是 新任的司法部部长 他的英文名就叫做Shabana Mahmud Shabana Mahmud 我们稍后会讲讲这个部长的一个背景 因为我们上次介绍工党的内阁的时候 就没有提及过他的 问题就在于现在呢 原来监狱就真的处于一个贫磷崩溃的边缘了 那么自这个2023年初呢 英国的所有监狱加上那个实际的使用率 已经达到99% 而其中男性监狱呢 现在所剩下的空间呢 就只剩下700个位而已 那么全英国呢 现在总共呢 是有83,755个男性囚犯的 而可以用来囚禁的监狱位呢 就是有84,463个 所以减了之后呢 只是剩下700多个左右 最大的问题是呢 这700个位呢 将会是在2024年的9月之前呢 就将会耗尽的 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呢 这个司法部长警告说 如果监狱呢 真的是耗尽了所有的位的话呢 那么英国呢 就会面临有大批危险的人呢 会在全国各地呢 是无处可去的这个前景 那他现在呢 所提出的那个 就是提早放监呢 就是说如果有那个犯人 他服刑呢 已经是 差不多有一半了 譬如去到40%了 那他就会考虑呢 将他释放出来的 但是有条件的 这个呢 虽然我觉得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啦 那就是说 边商其实 他的罪行就没有以前那么严重啦 对吧 明明是判十年的 现在你四年就可以走了 那就是说 他那个罪行那个 程度就减免了啦 他负的刑责也都减免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里啦 如果是他去选择 哪一个他认为安全放得出来 而不是你没有位置 等那个system overload了 那你想想如果overload的话 你在外面 等着判刑或者是判了刑 等着入监狱那一帮人呢 那帮人可以是乘崩了 什么人都有嘛 你可以强奸啊 杀人啊 放火啊 破坏啊 暴力啊 打人啊 就是没得选择啊 是啊 因为全部那一批人 就是一个random的pool的人 是没得选择的 而他现在呢 就是去选择一批 他认为对社会伤害性较小的 就放一批危险的进去 这个是他的原理啊 不是我认不认同的问题 而是他的原理是这样 那我现在就讲一讲了 他那个计划呢 就打算会在今年的9月就生效 就是刚刚到顶了 他就那一刻呢 他就会释放某一部分的囚犯 是 据报道所讲呢 第一批呢 将会有大概为数 2000人左右 low thousand figures low thousand就是无三不为己 low thousand就是大概1000多2000人 是 就是他舒缓可能是 今年到夏年年中的quota先 如果不需要再放的话 他就不会再放了 就是bare minimum 就是一个水壩放水 放最 就是现在flood了 对啊 倒回一点点出来 对啊 刚好 如果他再满才再算 对啊 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再满才再算 但是这一批人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怎样选选这一帮人呢 什么人符合他这个提早释放的条件呢 民事那些啦 民事 我觉得民事那些应该是最早放的 就是比如你可能什么 虚假文书啊 对啊 民事那些啦 或者什么骗钱啊 那些诈骗活动那些啦 因为那些是非暴力罪犯的嘛 对啊 那些放出来 这些应该 他没有详细讲明会放这些 一定是 不是暴力罪案那些先的啦 那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啦 如果你是超速驾驶 车死了人 那现在呢 就是判你可能六七年那样啦 那可能严重 可能十年起跳那样的 我想都没有那么多啊 就算是车死人也好 但是那他这个算不算是暴力罪犯呢 因为譬如入屋打劫 他吓死我 拿着把刀 有武器的 那他某程度上都是暴力的嘛 就是有观众也有持这个观点 是暴力意图 虽然他没有暴力对付你 但是他暴力意图去做这件事 但是如果你是 车死人的 他是不小心喝醉酒那些 那他一样是判很重的 但是他又算不算有暴力倾向 这个值得商榷 但是问题是你放回他出来 他又撞了车又撞死人 都不奇怪 那时候也说过监狱的问题 就是你进去那时候 可能真的不是犯了一个很大的罪 但是因为你进去之后 你就会犯了一些 都挺坏的人 所以出回来才 更加犯了一些严重的罪 所以你怎样进去和你怎样出来是不同的嘛 我和松太就没有这个专业的知识去判断 究竟哪一个放出来是危险一点啊 哪一个放出来是没那么危险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里面混合了什么人在这里嘛 还有他们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 由于这宗新闻 多间电视台都有报导 所以都挺详细有讲 哪些罪犯他们会考虑 哪些不会考虑的 第一这个计划是不会适用于 因严重暴力的犯罪 而进去服刑的人士 什么叫严重暴力的犯罪 对了 这个就是个keyword了 所以有些人会说他进来打劫 那他没有伤到你 我觉得很严重啊 他没有伤到你都是暴力的一种啊 但是问题是 他那个判刑的年期 现在要以年期计算 除了以暴不暴力来考虑之外 也都以他判的一年开始计算 如果是判少过四年的呢 而又不是严重暴力呢 那些都是合资格考虑范围的 那如果你这么说呢 我相信上一次进来的那班呢 就肯定是了 因为呢 为什么呢 最后他们捉三个里面 他们捉到两个 其中有一个就判了刑的 就判三年 那是within四年内啊 也都我觉得就算 以一个受害人的standard来说 都不算是严重暴力啊 那所以那一类 我觉得很严重 那他始终是没有伤害我们的身体嘛 那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呢 我觉得那些人都会是被考虑释放出来的 这个才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另外呢就是性罪犯呢 就不会包括在内的 吓死我 任何性罪犯 多少年都好呢 不会因为这样而提早释放它出来 另外呢就是家庭虐待的罪犯 不会放出来 或者是跟踪狂那些罪而入狱的 是的 那些会令到受害人 很快又会受到困扰那些罪行 他不会因为这样而放出来 任何有操控受害人 或者威胁受害人的行为的罪犯呢 都不会因为这样而放出来 就是说呢 简单来说 他考虑的范围里面呢 是会尽量排除一些 直接会伤害到原本那个受害人 或者原本那群受害人的罪犯 OK 就是他是大耳窿追溯 暴力追溯 是 然后林鸿有放火销你 什么开锁 砍门 恐吓 那类型 是 就不会考虑了 另外可能 威胁你做一些东西的 比如是拍了你 拿照 然后说威胁你放上网 有抓你去卖淫 诸如此类这类型 跟踪狂那些痴汉 强奸犯 还有家暴那些 抓个老婆去打一祸 那种 就是这类型呢 他就不会是在他考虑的条件里面 但是你犯罪呢 在英国就不一定是 一定涉及暴力的嘛 就算是可能是很轻微的 不出奇啦 所以我上网就想了 有些什么英国的罪行 是超过一年的判监 又少于四年的判刑 又跟刚才 就是排除了刚才我所讲的那几样东西呢 那我就发现呢 英国呢 都有几多罪行是属于这类型的 譬如是什么呢 譬如是一些网络的罪犯 黑客攻击 攻击大型网站 偷了很多个人资料 网络勒索那类型 那些都是坐少过一年的 不是 坐多过一年的 depend on他做些什么嘛 你偷我的account 这些东西可能就很小事而已 但是如果你走去偷 银行account的东西就很大事的嘛 ok 那类型的罪犯就有机会提早放出来啦 ok 第二就是譬如 可能是假释违规的 就是可能他假释的时间 他又再犯事 哦 但是犯那件事又未必关于暴力事件 总之可能犯了法 那些会判得特别重一点嘛 是啊 重犯者嘛 是啊 那些有机会啦 第三就是 这个我会担心啦 非法销售武器 例如是枪械 他既非暴力 但是他又 但是他也都 他induce暴力 是啊 那你卖了出来 你拿来做什么 我不知道 我控制不了 除了可以 但是问题是这个 这个是 就是 跟刚才那几样东西是 完全符合的 超过一年 少过四年 但是呢 其实他又会有机会增加 这个罪行 但是是间接 好啊 其实都是直接的 对于我们普通少年来说是直接的 平民无端端 为什么会有枪呢 但是对于司法制度来说 它是间接 因为 我买把刀给你 买把菜刀给你 不代表你 会拿把菜刀去刺人的嘛 那菜刀是对的 但是枪啊 你除了有这样的用途之外 你没有第二个用途了 again 这个是令我担心的地方 第四呢 可能是一些 轻微的人生 人生侵害罪 譬如是打到你流牙血啊 脱了一只眼那类型 那类型甚至乎 我觉得不会多了一年 坦白说 这不是叫violence吗 还有一些 非法捕鱼也是的 非法捕鱼 原来是很严重的 是啊 因为你脱了勾 有很多海域那些 你不可以乱捕鱼 在英国来说 很大的对比 一个卖枪 一个钓鱼 不是钓鱼 是捕鱼 一次过捕好多鱼 不是钓鱼 是其中一种 或者是一些 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 譬如好像那些波牛那样 周围乱订啤酒瓶 破坏了周加olio again 都是很大的对比 或者是不断逃押 just stop oil那些 由到你 你没办法 破坏历史文 或者在大英博物馆里偷东西 被人捉到 这些类型都会 就是看你偷什么这么严重 有些东西是特别严重的 是 和你去大英博物馆里偷穿木乃伊 是两样东西 这是假设的 譬如雇用未成年的人去从事非法活动 或者是做生意 大量请黑工这类型 就是非暴力的罪犯 走后驾驶而引发事故 这些都是会判超过一年 但又少过四年 很多这些类型 譬如一些走私罪 洗黑钱 盗用别人的身份 这类型就是金融市场操纵 操纵 操纵 这些可以先放出来 这些没什么影响 贵骂啦 贪污啦 这些就没有攻击性啦 这些不是叫民事的啦 我以为这些是民事 说民事 贪污都是民事 算了 当然不是啦 完全不是 商业诈骗行为啦 或者是一些 医疗上面的诈骗行为啦 等等啦 这类型就是 我暂时research到 它有机会会放出来的 这个list呢 除了卖窗那个之外 其他我觉得都make sense的 但是你 雇用未成年人士从事非法活动 或者是 轻微毒品交易 譬如去卖草 卖 卖草到街都是的啦 不是啊 那你捉到你都会判的嘛 都是超过一年少过四年的嘛 都是 你卖可卡因就不同了 但是你卖草那些 或者可能你 那个机场过关的时候 你塞了一块草 很大块的 那些也不会判超过四年 但是也会多过一年 因为你过机场那些东西嘛 是吧 所以这类型 应该这些 就是他率先会考虑的人选 那这个新任的司法部长就说 他不是直接就这样放他出来 free 就这样你出去啦 不是这样的 通常一般呢 他们应该会考虑 是放回电子脚尿给他们 是 就要去服务余下的刑期啦 可能at least那10个percent 即是原本 是50 即是服刑50% 就可以提早释放嘛 是啊是啊 那其实严格上来说 就是提前多了10% 嗯 但是之前你可能没那么松手的嘛 就算服刑一半 不是个个一半你都放他出来的嘛 是 那现在就因为你太紧逼的时间啦 迫着要这样放啦 是啊 他带给个电子脚尿他 那如果你这个期间里面再犯的话呢 都是进回去 是啊 就要立刻进回去 那 again 这个都depend了他还有没有位置 那你free up 了那个space 你又给那个人进去 他又再犯多一条罪行 又再侵害多一个人 是 那这个其实就 不是很适合的 说真的 也都浪费公共资源 你的法官同一样东西要审多一次 因为如果你不是那么快放他出来 不需要那么快又要再审过他 又不需要那么快有个警察去抓他 或者那么多人去monitor住他 其实你某程度上是将那个公共资源 shift了去其他地方使用的 那另外呢 也都说呢 有另外第二个方案 就是 下年三月 就会将大概一万名囚犯 就一些比较轻微犯罪的 就可能比我们刚才说的更加轻微的 或者一年两年期的那些 是 就给他们再提早七十天释放 那但是呢 他也都包底说 下年三月呢他就会 招募多一千个建杂的 缓刑官 缓刑官就是 你假释出来是 呃 即是Poro Officer 是不是 那班人放我出来就放我出来的了 那但是问题 有些人可能他是 刚刚很窄戒 进去 和没进去中间 那就可能会建议 那个法官 是缓刑 嗯 就是我之前也有讲过 保守党在那的时候 已经有讲过的了 缓刑他们啦 那呢就看看他表现如何 如果在缓刑期间都在犯的 就立刻送他进去 这样 那他就会招聘多一千个 这些缓刑官呢 去monitor这班被缓刑的囚犯 是 那我不知道这个成效有多大 但是下年三月呢 就会进行这件事 都是三管齐下的 现在是 三样东西一起做 那希望可以舒缓到压力 那 但问题就在于呢 其实工党一直呢 批评 保守党呢 就做这一样东西 之前 哇 你保守党执政14年 你看看 放了多少罪犯出来 哇 你现在不够位 我们工党上就不一样了 我们会起很多监狱 make sure 他们一定有位坐 你洗定那个窝友坐就行了 这样子 就是没起好嘛 那又没起好呢 他就做exactly 保守党之前提出的东西 还要有特有多无少这样做 那为什么英国突然之间 会多了这么多罪犯呢 我这个问题呢 我都很想知道答案 所以我不断上网做一些research 那我就发现呢 英国呢 如果多了这么多罪犯 会不会因为罪案的飙升呢 那我查过去英国14年来 那个crime rate的数字 罪案率的上升 整体来讲呢 现在从2010年打后到2024年呢 那那个英国的犯罪率呢 都是有所上升的 由于我们的人口有上升 OK 那特别呢 就在2014年至2018年呢 那个增幅呢 就较为大的 就是我们家里被人入屋爆啊 搶车啊 那几年呢 我们 within这几年嘛 那时候的增幅比较多 那直至2023年为止呢 英国所记录到的罪案 每年呢 是有674万宗的 那但是呢 虽然呢 那个罪案是增加了啦 那但是其实有些罪案的数字 是下降了的 譬如是入屋盗窃 和单车盗窃方面呢 是少了的 是 可能因为直接打劫 哈哈 是记录少了 直接进来 但是暴力的犯罪呢 和网络犯罪呢 就有显著的增加 喂 而且是一旦入室盗窃呢 就是可能我 废鬼事报警 是啊 英国人觉得我报了都没用 所以没有报道 直接Claim in So 或者偷单车也是的啦 你不会报警啦 是啊 不过Claim in So 你又有crime number 所以我这个不肯定啦 但是有人这样讲过啦 喏 最大一个问题呢 就在于 现在因为人口增长 想而令到这个犯罪的数字增加 这个又正不正确呢 根据数据显示 2023年到2010年比较呢 整体的罪案率呢 是多了15%的 是 整体的人口呢 是多了8.7% 那就是说 就算 是不成正比的 其实罪案率的升幅呢 是多过这个人口的升幅 那所以你不能够单凭说 多了人进来 就令到英国的罪案多了 就不是啦 是因为 整体来说 英国本身 就算那么多人口都好 它那个整体的罪案率呢 都是有所增加 都是上升的 尤其是呢 在这个Covid之后呢 更加有这个问题的存在 14-18年的时候 亦都有一个显著的升幅 好了 到监狱那里了 监狱那里 照理上呢 你多了15%的罪案 是不是应该 多了15%的人进去住呢 不是的 但结果呢 就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2010年呢 就有大概 9万个 就是 8万几个位啦 就是上升到9万个 2014年才是个升幅嘛 你见到 是 那个罪案 然后呢 去到现在2024年呢 其实是没有多过 2014年那时候的 OK 就是没有多过的 现在 所以我不明白 那时候是够位 现在就不够位 原因应该是不够人 可能cut了budget 那就有一些监狱的设施 可能是荒废了 或者是没有用到 减少了那个 根本是减少了输出 哦 监狱的肉位 你看到2020年呢 也是有一个显著的下降 因为那几年是Covid 就是lockdown 那就少了最后 但是你看到 它的projection 预计是会飙升的 这条curve 是前所没有见过这么高的 是接近去到10万个 需要的位置 就是监狱需求 实际的数量 和它预计的数量 预计呢 就要去到超过 10万个人 10万5千个位 但是现在呢 它只是有大概9万个位 那为什么会飙升到这样呢 就是它预计 现在来着的人口 那个犯罪的 数量可能是会多了 那如果好像你刚才那样说 每个监仓呢 可能是 不够人做事 所以它有一部分呢 就没有开 所以那个capacity就跌了嘛 就是不够位 它给监犯进去坐嘛 那 它请多些人去用 utilize 它预计的capacity 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就不是官方的答案来的 根据BBC所报导呢 就不是只是监狱 可能是 就是有些close了 或者不够人做事 不简单 而是呢 在2023年呢 和2012年去compare的话呢 英格 和英格兰和威尔斯的法院呢 平均判决的监禁刑期呢 是高了25%的 2023年呢 抢劫罪的刑期呢 比2012年呢 平均是延长了13个月 增加了36% 所以呢 这个就意味着 他们因为坐久了 那旧那些又没有走到 你新的那些又进来了 再加上罪案升了 那它就不够位 所以突然间 飙高 因为飙高那一部分呢 就是它后面要坐的 剩下的50年 6年 是因为严重性 就是可能是19年20年 不是 21年22年判进去的 它要坐多几年的 那你后面那一部分就爆升 那段期间可能多这些 这样的罪案 那我有另外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以前的严重性 和现在的严重性不同了呢 为什么现在严重了呢 因为那些市民不满意判决 就是觉得太轻 或者那些法官觉得 你可能重犯又重犯 重犯又重犯 我放你出来 你又再犯这个罪的 那我判你久一点 有个阻下性作用 就希望你们不要再犯这个罪 或者怕了坐牢 而不去犯这个罪 但很明显是没什么用 是不work的 这一招 所以就导致这么多人的跡压 那现在新任Keith Starmer 就委派了一个叫Timson的人 是做这个监狱部的部长 那他已经成为了lord 来的 是OBE来的 那他呢 就是一个不主张 囚犯坐牢的一个监狱部部长 他公开在电台那里是说过 曾经说过 他说 其实英国现在实际上坐的罪犯 他认为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应该入狱的 他认为英国这个国家 是obsessed with sentencing 就是英国人是沉迷于要惩罚罪犯 所以就很多法官判他们进去坐牢 甚至乎他提出要一个监狱的改革 是怎样改革呢 就是找回一些囚犯释放出来 之后更新人士 进回去监狱里面 协助监狱的改进改善管理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就是他认为 囚犯就是最清楚囚犯 也都最清楚监狱里面的运作 所以认为更新了的囚犯 是会适合做监狱里面的管理 或者是里面其中的一些事务 就是坦白说 他这个是一个很极端的阻交行为 他真的很惡 你认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需要坐牢 但是外面的人认为 就是他坐得不够 大部分的人认为 就是他看不到外面有很多人犯案的吗 就是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越来越放出来的人 是会更加多的 那我要再讲这个司法部的部长 我上网也做了一些调查 这个司法部的部长 究竟的来历是怎样的呢 这个新任司法部部长 Shabana Marmuth 他在1980年 于英国的八名汉出生 他自己有沙地亚拉伯的血统 是一个小数族裔来的 那教育背景呢 就在牛津大学呢 里面呢 获得这个法学的学士学位 那然后呢 就在移取得了一个律师的资格 那他自己呢 就是一个专门在赔偿诉讼方面 去打官司的一个律师来的 那专业负责这一类型 非暴力的 就是赔偿claim compensation的案件 2010年起呢 他就是首次当选了 白明汉雷活选区的国会议员 那然后呢 再在19年的大选中呢 继续当选 即是即使是保守党执政年代呢 他也是当选了这个议员的 那曾经呢 也都在Labor的影子内閣里面呢 担任很多不同的职位呢 譬如是 财政大臣啦 内政大臣等等的 那到2023年9月呢 他就被任命为一个影子司法大臣 那顺理成章地呢 今次工党胜选之后呢 他就成为了正式的司法大臣了 他也是呢 首位在英国的穆斯林大法官 即是他有一个穆斯林的宗教背景啦 那但是他也是第一位 成为到大法官的穆斯林的信徒 那另外呢 他也是一个非常支持多元文化的一个议员来的 那他后面呢 现在拥有的支持者呢 大部分呢 都是一些小数族裔的选民 那他上任成为司法大臣之前呢 曾经批评过这个保守党呢 想提前释放罪犯这个行为 那但是自己上任之后呢 就马上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原来真的要做 是的 那我对他的背景呢 就没有任何意见的 也都没有任何批评 但是我发现呢 通常主张这些 尽快释放些囚犯啊 很多囚犯其实都不用在里面坐的啊 更新之后呢 还可以做肉筑这个位子啊 这类型的 policy呢 就通常都来自于支持多元文化的族群啊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中间有一个这样的relation啊 但是好像是属于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 那坦白说我自己呢 就对于他这个政策呢 是存在很大的忧虑啦 我觉得 你如果提早放他出来 那你增加了个罪案 那然后你又要判回去进去 那其实 你腾出来那些新的位置 你也是给回那一班人进去的啊 是啊 你要解决的会不会是 不要令到他再犯案呢 那在报道里面呢 他有提及呢 他自己都知道这个呢 是一个临时的措施而已 不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措施 就是等于贴交报 但是你现在是流血不止 在那里飙着血嘛 那所以直至到 如果他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法 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 他就会即时停止这些有关方面的 特殊临时的政策了 特殊临时紧急的政策 那我现在知道你是临时 那但是问题是 你长久的方案是什么呢 你同时间你应该公布告诉我 我听我们有什么方案 譬如是建监狱 譬如我们已经找了地方 多久之后就会建好了 人家Universal Studio都说建 那你现在建监狱而已 那你其实又不是很多位 你现在腾出千多个位 你多建千多个位 那就搞定了 是啊是啊 再不是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做呢 反正你都给了钱盧王达 哈哈 送去 我问你怕不怕 是啊 反正都是给了钱了 我是不是都打算要给那笔钱的 是啊 那你送了他过去 走客性工 人权 喂他在坐牢的嘛 那你便去盧王达那里坐 那你坐完我就送你回来 最多给钱 是啊 你去那里坐的时间 我又不怕你逃欲 是啊 你逃欲的话 你要再偷到来多次 最重要是你已经给了他钱的嘛 是啊 那你都要用一下你的capital 你明白吗 我不知道实际有什么解决方法 目前呢 状态就是这样 好了anyway 讲完这些坏东西之后呢 那就讲一些好东西了 好啊 那这一场波呢 就是在星期一踢的 又在讲一场波 不是 还有留言说 哦 原来你的channel是讲波的 但是觉得不是很专业的 然后可能要再PS 但是两个人是不懂波 有人常常说 松仔和松太太当然没看英超 没有啊 Walkins原来是英超神射手来的 他两个人是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你对 没错 我们是不懂的 我就是买波 坦白承认 对我来讲 纯粹是一个娱乐 那另外呢 就是 大家要记住星期一 很重要 干嘛 那原来星期一呢 真的有机会放公众假期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今天呢 施己燃 收到非常之大量的市民 是remind他 remind他些什么呢 原来2023年的时候呢 曾经讲过 是向当时的保守党政府说 喂 如果英格兰赢了世界杯 我觉得呢 我们应该有公众假期 他讲的 所以呢 大家民众马上remind施己燃 喂 2024年 欧洲国家杯 我们真的有机会拿冠军 是啊 机会来飞运 好好的把握他 不能放嘛 是的 那施己燃呢 立刻就跟大家讲了 当然啦 我身为你们新任手上 我做好我的位 给公众假期你们 是我的本份来的 是的 立刻那些民众肉 在后面那些官 哈哈哈哈 那这个呢 就真的 他说 大家不要这么兴奋 他说 但是呢 大家记住日子 不排除 背后隐藏的东西 不排除 这件事是有机会发生的 因为他首先要赢了才行的 是啊 那我也觉得你应该参考我昨天的意见 1966年那个应该给我们放一次 连续放两天 那大家开心 但是呢 大家不要太过兴奋 好像这件事真的会发生 会的 以我们过往对英格兰的表现 和经验来看呢 我也觉得这件事会发生的 但是我怕被人打了 又做灯神 希望不会啦 那 有两件事另外呢 都发生了 第一呢 就是Bellingham现在呢 非常之出名 出名到怎么样呢 就是他连有巴士呢 有他的名字呢 都不给过 伦敦呢 原来有个地方呢 就是叫Bellingham 是吗 47号巴士 那呢 这辆巴士经过的时间呢 就是有一大堆狂迷 就是市民 是围住了巴士 不让巴士走 就对着巴士欢呼 就好像巴士仿佛 巴士是有份踢欧洲国家杯那样 作为里面的驾驶呢 应该 好多久 非常忙 每天都差 他就 蛤 蛤 你这样都做得出 另外不单止他 德国也有一个警察是遭殃的 由于呢 德国有一个维持秩序的警察呢 他的样子实在太像 修复记了 真的好像 所以呢 就有一帮疯狂的英格兰粉丝呢 就围住他 歌颂去唱歌 有啊 修夷 You are the one 很无奈 那他就表示非常之无奈 他都只是想进回去做一个警察的本分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都充心祝福 大家星期一有假放 这个最重要 不如这样吧 我觉得如果Kia Starmer 是要做一个负责任的首相 无论输赢 星期一都放假 因为英国都赢了了 对了 赢的就慶祝 输的 疗伤 对吧 还有呢 修复基自己本人 已经是无论赢还是输 英格兰的祝协呢 都决定和他续约去诺世界杯 是的 所以呢 既然他的命运都已经决定了 我们星期一放假命运呢 李英都应该是决定了 Anyway 今集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钟仔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出片 下集再跟大家见 拜拜